母亲跟她说话,她怒对一句,你用花跑吧 母亲病逝时也留一句话给她 周奶奶自幼命苦,从小父亲就因为车祸离开了她 母亲也在自己30岁得了重病去世了 而自己的老伴又因为在矿场里打工 后来矿场塌方被活活埋在了地下 到现在尸体都没找到 周奶奶有的时候自己都嘲讽自己 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一个笑话 让自己的亲人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了她 周奶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女儿在结婚的时候就远嫁去了外国 常年累月都不回来 每年会按时给周奶奶打一笔钱 留周奶奶日常的养老 提起女儿,周奶奶比较开心 因为女儿每年都会给自己买保险 也会托人给自己买营养品 而周奶奶的儿子就对她非常的不孝顺了 整个村都非常嫌弃她的儿子 都认为她儿子就是白眼狼,永远未不保 她儿子在结婚的时候 把周老师周奶奶养老的钱都给拿去了 但是周奶奶的一点不喜欢她这个儿媳妇 还问自己家要这么多彩礼 但是儿子执意要娶她 没办法,奶奶就到处借钱 给她儿子娶媳妇 最后足足借了十几家的钱 才把钱给凑齐 给了儿子 可是没想到儿子拿到钱 婚礼办完后一个星期就和她媳妇跑去了外地 根本不管周奶奶的死活 而且她的儿子从那以后逢年过节都不回来 就如同家里没有周奶奶这个母亲一样 后来周奶奶省吃俭用 白天去山上采茶 晚上去集市上捡垃圾 整整十五年才把儿子结婚欠的钱给还完 周奶奶把钱还完的时候都已经六十岁了 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 所以人显得很憔悴 面容显得和七八十岁的人一样 经常一个星期都出不了家一趟 原因是周奶奶身体太虚弱了 每天都躺在床上 每天也只能吃最简单饭下面条 要不是邻居经常去周奶奶家照顾她 恐怕她早就去世了 去年过年的时候 村里由于要盖一个大型养殖场 需要增地 正好有几块地是周奶奶家的 但由于周奶奶行动不方便 所以就打电话 让她儿子回来处理这个事 儿子听说能赔不少钱呢 所以就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 周奶奶看到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孙子 都回来了 非常开心 由于自己的孙子 小的时候和奶奶待过几年 所以说和周奶奶关系很好 晚上的时候 周奶奶由于很久没见到儿子了 想和他多聊几句 就问了很多问题 可他儿子却不耐烦地说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周奶奶听后非常伤心 觉得养这个儿子一点用都没有 只有自己外孙能给自己带来一点点温暖 儿子回来后把事情处理完 第二天就走了 走的时候一分钱也没给周奶奶 儿子走后不到一个月 周奶奶就旧病复发 无人照顾死在了家中 邻居发现后报了警 最后村长把周奶奶拉去火化了 后来村长在周奶奶的裤子口袋里 发现一张遗书 儿子知道母亲死后 也带着一家人从外地赶了回来 儿子到家后村长就把遗书给了他 没想到上面写着 如果能再来一次 我选择不要我的儿子 当初就直接把他掐死该多好 周奶奶的孙子看到遗书后 突然大哭了起来 如一只杜鹃鸟 提雪哀嚎 同时不停地对父母叫喊着一句话 你们怎么对奶奶的 以后我也一定这样对你们